我爱张国 我爱张文 我爱张国 我下来 我爱张文 我爱张国 今天对于西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他们迎来了联合国中文日的庆祝活动 联合国中文日的设立始于2010年 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古语 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 娼劫的贡献 今年的联合国中文日当天 也是西肯孔苑开放日 互动式的文化体验 吸引了许多当地社区和其他地方的美国人 包括书法展台 国画展台 太极展厅 书画展厅 戒莫读中国 第二届书画展 前来体验的各界人士 络绎不绝 西肯孔苑成立于2010年 从开始的11位汉语教师 增加到现在的54位 学区也从四个增加到23个 对于很多人而言 汉语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提升自我的新方式 你好,我叫金苗 我喜欢正文 要学习中国 是能够做什么 我选择中国 因为它是一个挑战 它是一个很难的 我真的想要做 精彩分城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为汉语言的学习 增加了极大的趣味性 这些活动使更多人 接触中国悠久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 为中国语言文化在美国的普及 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中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西肯孔苑的联合国中文日系列活动 以中文为载体 为世界不同语言和族群的人们 构建起一座友好交流的桥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 maravil��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诺记者 李宗盛